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卡路斯 昨天我跟大家說了 我和一些網紅歌手 例如小妍、明少 以及我一些學生的歌手 例如寧欣、阿彪之間 那種合作的關係 大多數不是付費 朋友上頭我邀請他唱 或者他邀請我填詞 既然這些是義務關係 我們邀請人必須有禮貌 不可以讓他唱 不可以用這樣的口吻 這樣說是沒有禮貌 今天我就繼續跟大家說 如果合作之間是要付費的 又會是怎樣做法的 其實以前卡路斯 在香港一直都沒有 做一些商業的音樂的製作 我試一試寫教科書 但是玩了一年的 頭條之下 就多了人認識我 確實在這一年中 我有很多作品是賣出了 主要都是改編、愈愈填的作品 而這些買我的歌詞的單位是什麼呢 就多數不是個人的 而是一些公司 這些公司名稱 我就不願在這裡透露 但是內地那個玩法就是這樣的 一些甜詞或者歌曲 都是一次性埋斷 還要一筆的金錢 就埋斷它 做法就像我是一個設計師一樣 設了一件衣服 然後我把整個設計 一次我賣給你 香港就不是這樣的做法 香港就是我設了一件衣服 我賣了一個設計給你 你賣出一件衣服 你要付錢給我 你賣十件 你要付十份我 賣一百件 要付一百份我 這個就叫做版權 我是一個版權持有人 你每買一件衣服 你要付錢給我 但是大陸似乎不容易用 可以這樣說 我寫一個詞出來 如果我賣斷給別人 這個歌詞就不再屬於我 而當大家雙方真的有協議 要轉讓這些詞的時候 我們就要簽訂這些 所謂合同的詞著作權轉讓協議 一式要很多份 還有要打完手指毛等等 去證明我已經把這首歌 完全轉讓給別人 就賣仔 就不可以去追究這個版權 不過都很幸運 就算我賣了歌詞給別人之後 他們發佈這首歌 他們是要寫我的名字 我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看這首歌 是車離子所唱的 為海浪淚或驚慈 點點影出心靈內首詩 大家有聽過這首歌 我改編曲 大家有聽過這首歌 大家很明顯看到的 這個在酷九上的發佈 很明顯寫著了詞 《風琴奇俠卡洛斯》 是我寫的詞 但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這個詞 我已經賣了出去 哪間公司 我不說了 但就是那間公司買了之後 就去邀請這個網絡歌手 幫我演唱出來 但雖然我賣斷了給他 但他仍然很尊重我 寫回《風琴奇俠卡洛斯》 這就是我所說的 有付費的一種合作形式 我和小燕、明少、阿欣、阿彪 那種合作形式不同 就算是付費的形式之下 我亦都不可以說那句 讓車離子唱我歌 為什麼呢?你想想就知道 我都賣斷了給那間公司 是那間公司讓誰唱的 不是我讓車離子唱 所以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都沒有辦法讓誰唱的 我真的希望 我的粉絲或者留言的人 更加文明一點 留言的時候 不要再用一些 這麼沒有禮貌的語句 因為你再這樣留言 是會令到義務幫我演唱的歌手 非常之不開心的 在往後日子 我會再繼續邀請多些人 去演唱我的作品 因為這一陣子 都不斷有些人去接觸我 專稱我一聲老師 你知道在內地 誰都叫我老師 他們叫我老師 就不跟寧恩大海他們這樣 因為寧恩大海那些 真是我入室弟子來的 我真是教他們的東西 其他人稱我做老師 其實都是朋友關係 所以我邀請他們唱 都是要很有禮貌的 我都希望透過這樣 為大家帶來一些不同的版本 甚至我的同一首歌 有好幾個不同的歌手去演唱 為大家帶來多些不同的靈性感受 好嗎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視頻 請你關注點讚 還有轉下去 拜拜